美风春节 一些乡镇的年味比城市更为浓厚 公仔戏作为穷北地区广为流传的戏曲形式 深受乡镇居民喜爱 而公仔戏的出现比穷聚还要早 因此群众基础更为广泛 每到年节也就成了群众的文化大餐 今天的过春节晒年味 我们一起去看看 春节后的庙会啦 人家结婚啦 搞什么时事的就要省我们事咯 公仔戏又称木偶戏 是海南省具有地方特色的 传统戏曲表演艺术品种之一 也是海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公仔戏的木偶用物料雕刻而成 有生诞进莫筹共20多种 偶像制作工艺精致 公仔戏的伴奏是海南八音乐曲 也是非遗项目的代表 因此人们常说公仔戏 是表演艺术和雕刻工艺的完美结合 这是小声 这是小声 还有这个是云外 这是画上 这一部几个演员来猜看这边 一般都是三个人 边长工边唱啊 那你们唱的是什么呀 你们唱的是海南戏啊 公仔戏以海南方言 民歌 民间乐曲演化成唱腔 演绎历史故事和本地民间故事 使其成为本地特色艺术品种 只用几张长凳木板 还有一条布景便能将公仔戏舞台搭建完成 表演风格也是独具一格 演员在布景后唱戏 操作木偶在幕前表演 边唱边舞 自己学的 爱好就学了 跟人家 还有师父教的 每年都办一两次那个公仔是陪顺帮 是一个人可以演几个角色 每逢新春佳节 行走在乡村之间的戏班剧团 更是为群众带来新春的祝福与年味 公仔戏是海南老百姓喜闻乐见 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文化产物 对丰富群众精神生活 增加新春氛围有着荆棘作用 更代表了群众对新年的美好期许与祝愿 对新春氛围有着荆棘作用